大家好,欢迎回来 今天视频的主题是packing with me 就是我今天晚上录完这支视频 我就要离开我现在住的地方一个月 整整一个月 所以说我就是要pack一整个月需要用到的东西 然后我这一个月很快的地区也挺广的 我首先就是今天晚上先飞去东部那边 参加我闺蜜的毕业典礼 我参加完她的毕业典礼之后我就会回家 等我妹妹放假之后 我们要一起去西雅图那边坐游轮 去阿拉斯加 我是大概就是带了一个这么大的箱子 就我不知道这个应该是叫几寸呢 28寸吗 这个箱子是可以登机的一个箱子 一开始还不太确定就是这一个箱子 能不能放下我一个月所要的所有的东西 但是说着说着发现还是能放得下 就因为我在家待时间很长 但我是不怎么出门的 所以我没有必要带太多衣服 今天的视频是一个超级超级超级长的视频 我不小心说着说着就说多了 因为像那种护肤品化妆品 其实我不知道要说到一个什么程度 所以就是可能有点长吧 有点啰嗦 请大家多多包容 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 你可以点击关注我的频道 我也不多废话了 我就给大家来看一下 我到底都带了些什么 首先就是这种短袖吧 我就带了几件这种T恤 就是挺普通的 然后比较耐穿吧 比较好搭的这种 我还带了一件很简单的一个白色的像那种罩子一样的 泳衣外面穿的那个衣服一样 好像不应该叫罩子 但我脑海中现在能想到只有罩子这个词 然后之后就是一条非常简单的一条黑色牛仔裤 这个还是算比较厚的一条裤子 因为我今天晚上登机穿的是这样的裤子 挺短的 然后之后比较宽松的这种 到时候去阿拉斯加的话这种就会冷 所以我带了一条长裤 之后就是这样的一件衣服 这个颜色 我挺喜欢这种姜黄色 然后我觉得配这种颜色的牛仔裤应该会很好看 这个是很夏天很夏天的一个蓝色的牛仔裤 搭配白色啊或者是颜色很鲜艳的 像比如说这件 就我觉得都会很好看 之后呢 我带了一条这样的裙子 它是这样子露肩的这种 我个人很喜欢就是露肩的衣服 但是从来没有勇气穿出门过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裙子会显得胸有点小 虽然我胸已经是真的很小了 但因为它这个地方 胸前这里是像那种胸颈道一样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会勒 勒着你的胸部这样 然后之后呢是这件白的衬衫 有点那种麻的布料 它夏天穿应该也会很透气很舒服 再加上它胸前这个设计挺简单 但是我又挺喜欢的那种 之后呢就是我带了一件这样的外套 一个很普通的 阿迪达斯的一个黑色的外套 里面不管穿啥 我觉得都可以套上那一件 还挺百搭 然后挺好看的 下一件呢是小黑色的crop top 这样子 然后下面这个地方 可以系在腰后面的一个两根带子 然后这里的话 这后背会有一点点露 但不会露这么大 可能就是露这么一点嘛 这样一条在后面 接下来呢就是这件 一个那种比较薄的coat 它其实就是一层布 有点垂的那种质地 它有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缺点吧 如果你像这样 我把它放在箱子里带的话 它是一定会皱的 我之前有买一个 说喷了之后 会让衣服变平整的一个东西 就在这儿 我之前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是The Laundry 好像是在北美省钱上还是拿 看着说是那种 可以除衣服上的皱 只要这样离远一点 然后这样喷就可以了 但我试过好几次 我觉得没有什么用 就基本没有怎么用 还是满的 就闲置了 如果你们知道有什么 就是可以让那种皱的衣服 一下变平整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区告诉我 接下来呢是 就那裤袜子 我会喜欢用这种小袋子 把它装起来 就旅行的时候 会比较方便 就是收纳 然后也比较干净一些吧 我觉得 之后呢 这个是我戴了一个眼镜 这个应该是我比较丑的那一副 我戴了两副眼镜 还有一副在我那个随身的包里 但是这个眼镜 我直接放到箱子里 因为这个是只有我自己 在家的时候才会戴 因为这个眼镜实在太丑了 就不想戴它出门的那种 之后呢 我戴了一个 这个是发膜 这个是自生糖的 我基本上是一周用一次 我觉得效果还是挺好的 非常滋润 那我还戴了一个这个 这个是我在国内买的 这是一个发油 就是你洗完头发以后 就先吹一下 我一般都会吹 大概发跟头顶这边 差不多干了的时候 我就会把这个抹到发尾这儿 然后继续再吹 它中文名好像叫什么 阿阿尔巴还是厄尔巴 反正它英文是这个 这个是我的隐形眼镜液 和小盒子 刮毛的 刮腿毛的 还有这个是我两个放在一起了 因为这两个都是没有包装了的 然后我怕它们碎 或者就是挤出来 用到其他的衣服上面 我觉得因为我有过类似于这样的经历 所以说我一般出门的话 都会用一个透明的小袋子把它密封起来 这个呢是我上次斯芙兰巴五折 这是我买的 哎哟 买的那个 Drunk Elephant Baby Facial的那个面膜 它是一个那种去角质的面膜 我之前在我那个斯芙兰巴五折 开箱的视频里面也说过它 那我在这就不多说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我的内置视频 在我的Description里面我会放那个视频的链接 之后另外这个呢 这个叫Grow Gorgeous 一个生发的一个精油 而且我买的还是Intense 我是觉得我这个地方有点拖 这边可能本身就是头发也比较少 我想把它抹在头的这两边 然后之后 但我一直没有坚持着用下来试过 所以目前来说我是还没有看到什么效果的 但是好像大家都说很好用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我的问题 我打算坚持用着试试看会不会有效果 然后我就是带了两双鞋 因为我今天一会儿走的时候 我会穿一双小白鞋 然后之后呢 我还带了一双这样的鞋 还有一双凉鞋 然后之后呢 就是我带了这两件是我的睡衣跟睡裤 就是我睡觉的时候 喜欢穿这种比较宽松的这种T恤 还有这种短裤 这个呢是当时我们学校的career fair上 我男朋友拿的 它材质很舒服 这个短裤呢就是当时好像是在 Urban outfit呢还是在哪 Garage 对 也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牌子 我觉得它的风格有点像Paxon那样的 就是卖一些非常美式的 然后有点运动风的那种衣服 我还带了一件这个 这个材质真的超级舒服 就它有点像那种cashmere 但我觉得它这个价格应该不是cashmere 很软 然后带弹性的松紧的那种 真的是在ZARA买的 你可以把它当一个那种打底的衣服 然后冬天从外面直接穿一个大衣 然后之后它这个袖子这边呢 是有一个这种珍珠的设计 它袖子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 我买的是S码 然后就是整个是比较紧身的 但它袖子呢大概会长出来 到这边吧 对 剩下的就全是我的化妆品一类的了 我是带了这样的两个小包在我的箱子里 然后我还带了一个更小的一个包 是这样的 在我的随身的包里 那我就一个个给大家看吧 首先呢先看这个 这个化妆包里我装的是一些比较大的东西 像这种盒子类型的 这个是我带了一个 Laura Messier的一个高光 这个是 Highlight 01号 就是这样的一块 好像看不太出来 很自然很自然 很日常的一块高光 这里面还有一个眼影 一个smashbox的 当时是看小红书上面推荐的 是那个叫什么枫叶盘 这样子的几个颜色 之后呢这里面有一块修容 是这个的 哎呦 夹豆肉 Makeup Forever的 它的色号我忘记了 因为它买的时候 它是这个里面的这块粉 和它这个盒子是分开的 这个颜色我猜应该是写在 粉的那个盒子上了 那个盒子已经被我扔了 但是我回头可以查一下 这个颜色的色号 这块颜色就很淡很淡 就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就大概打在这边 我今天没有用 我今天这个为了拍视频 我才画的妆 然后这个妆画的真的就是minimum 但是如果就是平常 你想画再多点步骤的话 我可能就会用这个 画一下修容 这里面我还带了一个这个 这是我上次 也是四富兰八五折的时候 买的那块 NARS的那个腮红 叫Love Joy 对 就我当时说的 对我来说有点深 后来我发现 其实只要别画那么多 别取那么多颜色 画出来还是挺自然的 就这个颜色 一个橘棕色 对 我上的有点牙 OK 接下来 我带了一个这种散粉 这个也是Laura Messier的那个 就是透明的那个定妆粉 里面是这边呀 好怕它洒出来 对 非常basic的一个定妆粉 因为它是一个 比较小的那种旅行妆嘛 所以我出门一般都是带这个 然后之后呢 就是这里面还有两支口红 一个是这个 这个NARS的 Slow Ride 一个那种土橘色 然后之后呢 是这个 我带了一个Mac的 色号是Mocha 这个颜色是比较偏 玫瑰粉色的那种 有点干玫瑰的那种颜色 然后它上嘴是很自然的一个 对我来说有点像裸色的一个颜色 这个化妆包我就看完了 之后呢 就是这个化妆包 这里面是一个防晒霜 一个眉笔 一个染眉膏 一个美妆蛋 这美妆蛋我没洗 有点像 一个我用来当眼部 眼下遮瑕的一个遮瑕膏 它也是Laura Messier的 它是Secret Concealer 1号 之后还有这样的一个小的 Cover Fix的 一个妆前打底 这是我在斯福兰用那个积分化的 它是Mattifying Primer 然后之后这个呢 就是我一个放刷子的 一共就掉了这么几把刷子 就全放在这里了 这是我的粉底刷 然后眼影 眼影 就是highlight Countour那个刷子 我没有单独带 因为我上次听说 好像这种刷子 也可以当Countour 所以我打算试一下 然后这是我的散红的刷子 然后之后呢 这个 就一个我的洗漱用品包 我出门的时候 非常愿意 就是试用各种不同的小样 所以呢 我这里面带的 基本上很多都是小样 这个呢 是我在斯福兰用积分化的 一个眼唇卸妆液 我觉得它应该够了 不够的话 到时候再说 就脸部的卸妆 我带了一个 这个是植村秀 就是它的一个 小的一个卸妆油 然后我觉得挺适合 出门什么的带的 然后之后我还有几个 这种片状装的这种 也是卸妆油 像这个Bobbi Brown 然后这个也是那个直纯袖 然后之后呢 来说一下 我洗脸的带了什么 一个是这个CPB的 这个洗面奶 上次旅行的时候就带了它 味道我特别喜欢 另外一个我带的呢 就是这个Fresh的 Soil Face Cleanser 是一个中样 toner这种 我带了一个这个 也是快要用完了的 CPB的这个 这个是 Hydro Softening Lotion 我出门的话 尤其我回家那边 其实挺干的 我就是 我带的都是这个 还剩不多了 然后之后 我怕它万一不够用 我就又带了另外的这个 这个是Fresh的 Rose Floral Toner 这我不知道保湿程度怎么样 之后呢 就是擦脸的 我还是带了一瓶 我平常在家用的正装 晚上会用的这个CPB的液乳 这次出门的话 比较久 一个月 我觉得还是带上它吧 我真的就是 切身实际的 觉得如果你用了它 第二天早上起来 皮肤会亮白一些 就没有那么暗沉 所以我很喜欢它 然后除了那个以外呢 我还带了 就白天可以用的 是我带了这两个 一个也是CPB的 这个送的一个小样 这个是那个 非常非常贵的 那个钻石面霜的 那个小样 我想说 哎呀既然送了这个 那我一定要用一下 就它里面是这样 我上次用了一点点 这样子 它的味道 这个是什么 兰花吗 还是枝子花 这个味道很香 然后抹在脸上 它质地有点像 那种牛油乳状的 那种感觉 另外一个是这个 这个是切尔氏的 Ultra Facial Cream 这个其实我没有用过 嗯 这个是什么味道 怎么有个臭味 好像不是臭味 但是就是 反正没有香味 这个东西 之后呢 就是眼霜 眼霜就是 我没有带小样 我带就是 我平常自己用的 SK2的 这个叫 RNA Power Eye Cream 嗯 我觉得它 是我用过的里面 我觉得最滋润 但又不会油腻 然后起脂肪力的 一款眼霜 我基本上不管出门多久 眼霜这种东西 我还是带它 因为我好像没有 眼霜的小样 之后呢 就是一个身体乳 小罐的欧书丹的 我还有一个 就是我的朋友 送我的一个唇膜 它是兰芝的这个 Lip Sleeping Mask 就是Overnight的那种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 切尔氏的这个 一号护身膏 然后之后那个箱子 两边基本上都说完 中间还有个小隔层 这是我的耳环 视频 把放在这样的一个小袋子里了 就很少 大概带了三队吧 三四队的样子 不是特别多 然后之后呢 带了一个这个 洗刷子的 这个 这个Matte 然后一个 洗刷子的 Sigma的 Brush Shampoo 这个是我当时买刷子的时候送的 这个不是 这个是 买刷子的时候送的 然后我还没有用过 带了几片面膜 保湿面膜 我真的很少很少敷面膜 我每次基本上带面膜出去 就是怎么带出去了 怎么带回来 所以 这次我也就很 你有自知之明的没有带很多 然后之后就 没了 这个相机说完了 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我的 随身 带的一个 包里面 嗯 这个包里面 我都装了些什么 这里面呢 带了一些 我在飞机上 费用的 首先是这个 是一个卸妆巾 这是我在 应该是Target买的一个 是我朋友推荐我的 它叫 Serial V 这个牌子不是很黑面 是叫Serial V吗 因为就我这个装嘛 就我上了飞机的时候 肯定是要卸掉的 所以我就打算这个卸妆 然后这个小包里面 装的就是我 嗯 最basic的 基本上就是我今天这个妆 所用到的一点东西吧 这个是睫毛膏 然后这个呢 是那个液体的 腮红benefit的 然后一支口红 一个眉笔 然后一个粉条 粉底条 是Tarte的 一个眼线膏 然后之后这个是我用来画眼线的一个小刷子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瓶很小的小香水 它是amani的because it's you 它上面写的是floral 就是花香的那种气调 然后我觉得它味道有一点荔枝的那种 前调味道有一点荔枝的味道 还挺特别的 然后这里面呢还有一个这样的袋子 里面装的是一个干发喷雾 这个是living proof的 因为我是头发挺容易出油的那种 我怕就是上飞机然后下飞机之后 我头发就油的不行 所以我打算带一个这个 然后呢一个吸油面纸 然后这个呢 是我带的一个上飞机可以当保湿喷雾的 之后就是一个隐形眼镜 然后一个这个hand sanitizer 就是消毒手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一把梳子 这个呢就是这个包里面装的东西了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副眼镜 是我上飞机之后会戴的 就是我说的那个 虽然不是那么好看 但是还可以见人的这样的一副眼镜 然后之后呢就我的充电线 我的电脑充电线 手机充电线 我的电脑 然后还有一个耳机 还有一个移动硬盘 就是我在飞机上打算剪视频 然后我怕万一就是电脑里内存不够的话 需要我往外挡东西 然后之后一个相机的充电器 还有电池 然后之后呢就没了 哦还有最后一件 就是它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羽绒服一样的这种 这个我是在那个Urban Outfitter买的 它超级大 然后之后呢超级暖和 然后它也不会那种穿上很笨重 它其实穿上还挺好看的 这样的一个羽绒服黑色的 我应该没有再落掉什么 然后这应该就是所有的我 这次会戴的东西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点个赞 然后如果你还没关注我的话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我还有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 那今天视频呢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